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释说说明会会壮大供应链 其实这个新闻有点老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台湾借着由国防自主政策研制各式军备 并寻求军民合作扩大科技运用范畴 根据公开资讯的中科院明日将在龙园园区邀请民间厂商举办说明会 除了就航空机械 电子机械等传统领域上交换意见 包括人工智能 增扩实境 它是这么反增扩实境等技术也纳入这个研讨范围 等等等等 从这个新闻里面再看呢 我看到了一个正方正向方向 还有一个这个和一个不好的方向 就正向方向呢 这我能猜到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也开始增进了 就是说这个 留意像是国防对吧 国防工业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备战阶段之后啊 这国防工业它其实可以带动经济的 当然前提是只要你上战争的 最终它坚信能够赢对吧 它其实可以拉动经济 就比如说你像这个AI AR这种东西 它其实可以很好的促进了 你当地的这个科技企业的一个诞生对吧 那比如说如果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大家肯定会去搜刮这个AI的人才对吧 那你得招人才 招人才以后搞研发 搞完研发以后 你现在是为军队服务 那未来呢就可以为这个民间服务 实际上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很多的产品啊 用的东西 大多数还是依托在当时二战 为了这个战争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手机对吧 那都是当时的战争需求 但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民间需求 也是改善了我们的这个生活 那以后这AI和AR对吧 实际上我们可能会再说啊 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用的一些AR和 AI和AR产品不是特别的靠谱对吧 总觉得用起来有点怪怪的 好像没那么舒服 主要就是因为他还没 暂时还没有接受这个战争的考验对吧 因为比如说你看这个无人机啊 你大家无人机对吧 你自己用起来多别扭啊 对吧 就感觉好像很难操纵 好像很容易不小心刮到哪 地方就掉下来 我在玩的时候就反正就觉得挺痛苦了 没那么简单 但是你看到真正到战场上以后 人家那个上次乌克兰部像展示了 那个无人机怕哗哗飞的多快 又快又稳 然后拍的照片又准 都是因为只有这种 在这种战争中 当然我并不是鼓励战争啊 但我不得不说呢 你一定要在有战争这个情况下 你所有这个武器啊 就不是武器啊 就你这些产品啊 它可以达到大规模的提升这个能力 这是好的一点 但不好的一点就在于什么 我们可以看啊 这些这些东西啊 都是跟这个 都是这个技术都很sensitive 都很敏感的 对吧 比如说什么自杀 无人事攻击 大型雷达 这个潜见系统 对吧 这些东西 你说这个中共会被派来偷 或者说有些人 他就是办成中共的企业 对吧 他来给 然后又去搞这个中共式的居民融合 这可能是里面的一个 里面一个隐患 那对于这方面 这个你有些人 您对你们自己国家的这个 这方面 这个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不是特别懂 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情啊 那你可以来补充 分享 好的 谢谢Satoshi 事实上这个相关的议题 其实在那个路德跟Candy 所做的节目里面 有稍微提到一些 那我这边再做个补充 应该说我们对AR这个扩增实境 我觉得这个在很多APP里面 事实上他都有已经加入这相关的功能了 我讲举一个大家都熟能详的就是宝可梦嘛 这个我们走到很多我们现在走在街上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拿着手机啊 就这个对着这个街道 然后就开始在抓宝可梦啊 干嘛 尤其是小朋友都很受欢迎 然后关于动画方面 就是这个刀剑神域啊 这个已经从2017年到现在 我不是替他打广告啊 他这个动画啊 事实上现在小朋友 或者说青少年 甚至大专生啊 都耳熟能详的一部动画片啊 那事实上也是以AR 这个扩增实境来去介绍的 所以说相关的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啊 但最重要就是说 他现在本身运用在战争上面 到底是不是很成熟的一个技术 就像Kendy所说的 我们明明已经向美国买了那么多无人机 那现在实际上在整个操作界面上 我们真正会操作的很好的 真的还不到我们所购买无人机的一半 当然不是人数上的一个限制 而是说 这真正能够运用到战场上的人啊 而且操作的很好 还是寥寥可数嘛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 他需要花时间 而且需要就像开飞机一样 他需要时速的一个演练跟累积啊 那现在就是因为这方面投入的人少 那加上本身政府方面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利基 来鼓励这些年轻人去投入这方面呢 的一个实战 那事实上都很需要资源嘛 因为你资源如果没有 把一些资源破 那个扩编到这边的话 那我相信 这个在这部分的人 的人才一定是 一定是非常的匮乏的 所以说 这个东西 其实应该 严格来讲的话 这是为一个未来的趋势 可是重点是在于说 到底 他跟现在 民间的应用层面上面 到底能不能再 有更多 更多的一个融合 那事实上要有一些诱因 才能去诱使现在年轻人 愿意去投入这方面的一个产业 可是其实事实上 我在整个这个大专 台湾的大专院校 这样观察 我发现 现在很多台湾的大专院校 不断去 钻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一块 但是很少针对 单独针对VR或AR这方面 来去做一个研讨 那事实上有可能是说 这方面毕竟还是比较新的东西 而且就像刚才Satoshi所说的 他本身在整个穿戴上面 还有人体的实际运用层面上 因为他太过于快速 让整个眼动跟脑洞的一个结果 没办法配合的话 会让这个穿戴者 容易产生晕眩的感觉 那这个东西到底如何去克服 就有赖这些不断的实测 以后来去调整他的参数 那这些一定都是未来在 整个运用到整个民间的部分 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测试期 那只是说或许未来 这真的就是会是我们身上 一个不可或缺 就像眼镜一样的东西 那只是说时间可长可久 那只是我们拭目以待 就这样 好 先还给Satoshi 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是说 这个第二个新闻呢 我其实还是要请教一下 就是你有先生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闻本身嘛 他是说这个国军赴美啊 接装着海马斯受训照 但是呢 这个受训照的问题在于什么 在于中共国的这个网络啊 既然能够看到他们这个 可以看到 就是在微博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新闻 其次呢 这个孤立雄会说 会向这个美方反应啊 但是呢 这个大奖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美 这个台湾啊 他其实已经放 因为他购买这海马斯嘛 那你要会用这个系统嘛 那你就得跑到他们那边去训练 对吧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个照片啊 在这个美方人员的 这个社群曝光后呢 但是呢 这个中共国呢 竟然也把这个受训照片给放出来 而且呢 还更恐怖一点 他还公布了受训名单 这引发这个资料 被揭露这个疑虑 那这个国防部长呢 然后那个 孤立雄呢 就表示啊 说这个海马斯训练 本来就公开资讯 没有揭露 没有揭露他的进一步 个人资讯 不过会向美方反应 那在于这个问题上面呢 就是说 我就想请教一点 就是说 这个消息到底是 比如说 是怎么给他 透露出来 是怎么会给中共 知道这个到底影响大不大的 这个是我想请教的一点 好的 那个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影响 当然 以台湾来讲 当然是大的 为什么 因为毕竟 现在受训的人数 还不够多 所以影响稍微偏大一点 但是如果未来 一旦去参加受训的人 慢慢的变多了 然后比如说 从原本现在的20人 到40人 到未来200人 到2000人的时候 也许这些受训的人 就不再这么重要了 当然不是说 他们不重要 是说 即便被这样的个资 你说被照相 个人的 五官的特征 然后名字 甚至于 这个家里的住址 电话 这些被透露出来 其实 最重要的是担心说 因为 中共 很喜欢各个突破 各个急破 所以就 依脸蛋来找人 然后依这些个资来找人 然后逐一来去游说 然后甚至买通 来各个急破 有可能是这层考虑 但是 最重要就是 这些被受训的人 他们这些资料 如何被外泄的 其实 你说要追查起来的话 我们真的是 无从查起来 因为有可能是 美方那边 拍照的人 或者说参加的人 去泄露的 或者说本身内部 台湾受训的人 泄露的 你其实这方面 要用很大的时间 精力跟资源 去搜寻 那到底是谁泄露 其实已经不可而知了 那最重要是 现在如何去防渡 这些事情 也就是顾力雄所说的 他会跟美方反映一下 那这些东西 是否有需要 再进一步的 做保密的措施 然后避免这些人 受训能被骚扰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 真结点就是在于说 受训能还要再更多一点 然后呢 这些 即便有这些消息 透露出去 也不要怕 那最重要就是 你在整个规则里面 要设定好 然后这些人 当然现在 他既然已经被曝光了 有可能他们在 回来的时候 要派出更多的人力 物力 资源 下去警定他们 到底有没有被接触 有没有被渗透 诸如此类 但的确这也是 的确造成麻烦的地方 那只是说 现在国军就必须要 花更多的力气 派更多的人去受训 那事实上 我相信这个兵员 在寻找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一些阻力 那只是说 现在借由 现在赖政府 对于 这个 就是说 冲员兵 不单只是在 薪水上面 甚至于在 整个对于 国军的印象 整个 这个 服兵役的一个概念 还有对未来国家的 一个服务 还有 整个退役后的保障 都做一个 比较具细以迷的 重新的规划以后 我相信 未来在 造选兵员的部分 应该会比较 比现在会更顺利一点 那这也是应该 目前国防部 应该要去做一个 整个通盘的 检讨的地方 那我相信也是 顾立雄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好的 先还给萨洛西 好 其实我在 有一个方面 还是比较赞同 就是尼尔先生说的 就是说 最简单一个方法是什么 你就扩大人数就行了 对吧 你毕竟你再怎么泄露 你也不可能说 全拿过去 也就十个二十个 而且就算 你这名单全泄露 对吧 如果你比如三千个人 你也不可能 三千个人逐一突破 关键就是 我中共惦记的 这是肯定的 我们最主要的 问题在什么 你只要让中共的惦记 没有用 那就可以从根本上 去解决问题了 那好 感谢这个 尼尔先生的精彩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这么结束了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路德社会员节目 也希望大家 对我们节目 能够多多点赞 分享 再见 再见 按摩